R-E-S-O-D-O 像每声这样就弹个 La-Re-S-O-D-O 四小节 这样就够了 然后你就 弹完之后 和弦弹完之后 然后你自己想办法 嘴巴用唱的这样 就是D-O希腊手法 先这样 T-I-O 手指 这样就够了 好吧 反正弹琴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至于说美程 他弹的那个后面 今天又用另外一個 就是我叫認證四 好 練這些東西的話 練這個東西同學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彈這些是幹嘛 那我怎麼用 其實你們看了很多 就是我們觀講這個講美國的好了 美國那個很有名的那個琴詩啊 那些他們教人有很多種方法 那個大部分就是把五線譜對不對 就通常寫完譜 然後比如說他一段一段教你這樣 你就照著他彈這樣 練 可是那些我都已經學過了 我覺得那些方法都沒什麼用 那個你還是抓不到方向就對了 那我們練了半天這個 這個重點是你常常想一下 就欸奇怪我練了半天 我如果用上去我真的不會用 對不對 那其實這將我教你們這個 今天這聲音有一點接觸不太好這樣 好啊 這個結束有點不太好 那至于说这些东西 这些是经过我很多种方法整理 整理出来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 像你们练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这样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有目的的 这个是等于说有负点 然后和弦都有在 五神音阶在这里面 那对你们来讲的话 你就是把它当作 你就把它当作是这个 练手指也好 你就练手指嘛 对不对 就可以了 练手指 然后练手指 然后练和弦音阶 就等于说地盘 简单讲就是地盘 然后再把这个 每个地盘 都弄得很熟 你就弹得很熟 可是这一关 这一关就已经 就已经很多人练了 就算练完你也不会 你也不会那个 不会疾心 其实我们这些最重要的目的 就最后的 我们讲弹琴最后的这个 这个这个就对乐师来讲 最后不管是你玩什么乐器 他尤其是玩Jazz 他根本最终的目的就是疾心 所谓疾心就是 你找一首歌 你随心 你随心弹出来 这个是我们最后 最终 不然你老是这个 这个弹这个旋律 没什么意思 懂吗 你总是要自己弹一弹 自己的东西 这样子 那所以说呢 这个过程就这样子 那个你就是 你要有 你可能你不弹也没有关系 你不练这些 可是你练不练这些东西 我保证你 你在怎么 你 你没办法疾心 你手指也没办法用 你踢地盘也不知道 其实你弹了再多年 你可能 我放眼望过去 就是 就是几乎 你那个 我很难得一百个里面 不要说一百个 一千个里面的话 可能找不到一个人 就是能够达到极心 不管国内国外 我都认为是这样 我看了半天都是这样子 你就算是国外的 再厉害的 对不对 他谈了很多东西 他谈的东西 他把谱 上面有五线谱 他们 他们就已经都弄出来 你只要记住 有谱给你看的时候 就表示根本不是极心 极心的时候就谈完 没有东西 没有谱给你的 比如我谈了 我没有谱 我就谈完 谈过去就算了 就没有了 可能下次又是 我下次再谈 又是另外一个东西 这才叫极心 对不对 你有谱给你的时候 那不叫极心 那都是他们 已经都写好 设计好 练习好 然后才有东西教你们 这样 那当然设计好 练习好 那些东西 都比较听起来 很丰富 对不对 那技巧很多 那个 那可是那不叫极心 所以我目前都是 那个通常 这种我都看不到 我都看不到 都是看的那些 都是 都是人家都写好 很厉害 尤其是 尤其是有学过古典那种 他们从小练习的时候 那他们看谱能力非常强 那个谱 那个谱将写出来 啪哩啪啪那个手 看到谱就弹得出来 就是谱的话 等于说是能力很强 可是呢 可是你 你就要极心 就是你 如果你跟他当面很熟 或但是私下告示 你弹一遍给我 再极心一下 不要看谱 不要谈你会的 你就是设计好 你就谈啊 我今次看不到 很少 很少 就是还是有 不过是很少 因为 他们弹出来的时候 他们为了教 那个要上课 要教人家 他必须要这些 但是呢 你教他们再弹一个极心的话 我看 我就是几乎都 都找不到 好了 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去了 就是 那这个 每次人说是这个 你就拼命弹嘛 就是 我看他是弹哪一个 我因为这种东西太多了 那你看他 那个 他弹的是什么 好 他是弹的四拍的 那我刚刚是弹的是三拍的 我只有三拍而已 他是弹四拍 而且他现在弹的是 好像一小节换一个和弦 我再看 因为我也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 他是一小节换一个和弦 他是一小节换一个和弦 你看我 我刚刚太多东西了 我刚刚他弹的东西 一拍四个音 左手 我看左手一拍四个音 他刚刚弹的是这样的 他这样弹的是这些东西 那你现在 你们 你们就是 你就一直弹它就对了 你就把它当做手指练习 地盘练习 就这样就可以 然后你又 你学到什么 你最起码你 你久了以后 你就学到 手指也练到了 手指地盘也大概知道了 和弦进行的话 就大和弦进行 就也练得很熟 那你 我刚刚看了一下 但是他不 你就要练得很熟 很熟才能够 以后才能够用得上 那现在不熟 而且会弹错 那就算你练了 你假如说像这些东西 你练了一半也没有用 你一定要融到你的 就所谓血液里面去 那以后才会用得上 但是目前的话 你就是 我不讲嘛 你只要学到 就是手指也练到 这样地盘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每个和弦会按 那你们现在 有一个缺点就是 像我认为你们 先按好 然后再去弹 那你比如说 他现在练的话 就是 就死背 就靠手 你就是这样子 地盘压好 再开始 地盘压好 压好 再B大 压好 然后再来 一大和弦 压好 像这些的时候 我以后的弹的时候 你几乎很少看到 我都会放下来 这样子 用这个 这个 这边 我会用到这边 可是这里面 所以讲这个 因为你们练的时候 就开始 就是这样练 练死他这样子 那最起码压好 再A大 长得这个样子 就这样练好 地盘压好 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你即使以后就是 反正这些学了都会有用就对了 绝对有用 你知道吗 那就是就这样子 那像美成的话 就开始 比如说 你就拿这首歌来练习这样子 然后你就练个四小节 然后再练习 用唱的这样 用可能就是 这样四小节 然后水巴也会唱 可能女生的话 就是太高了 因为关键就用假音 这样 然后手指固定 你看 La Re So Do 所有就是和弦进行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推进 假如说你这个 就是练到一个程度之后 好吧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